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律师 学生 上班族 修车厂老板 服务生 但没有多少人是真的怀着梦想 坚定能力的走在这条路上呢 这里 海平每个练球的地方 很难想象这不起眼的铁皮屋里 总是多少篮球员的梦想 轰隆隆的人气声 吹出着带着铁锈和发霉的气味 夹杂着球员的汗水所综合出来的 这是生命在揽造的味道 我想我在这里 看见所谓的 太多了 是什么了不起啊 一个球一个球慢慢来追嘛 每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你们自己想想看谁被爱的 切到里面去被爱的波子的 他们太容易了嘛 你一进来就出去 一进来就出去了吧 这个传那个失误 那个传那个失误 底线传出来失误 这是发生在2007年的故事 是SBL台皮与球迷共同创造的故事 比起台面上冠军的荣耀 而我们不为人知的努力 更是值得我们骄傲 这是属于我们的故事 和这个故事 让我们从2003年说起吧 曾经我们是一支面临解散的球队 当时战绩低迷 士气不正 不过 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反而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拼了命的往前冲 只想证明我们对篮球的热情 终于 在2006年SBL第三季 我们昂首挺进了冠军赛 创造了台皮永不放弃的态度 而媒体称我们为 绿色奇迹 全场的首度领先 可能出现在最后的14秒钟吗 地球队 至少是保守阵的 然后其实最后一场那一场 我们真的就是很想要把他拼回来 因为我们不能就是让他们 就是让他们那么好的一局的冠军 带给季节 季节 左半边 先传 上二台 拿起球来 送到外围 和守阵 带不住 那时候觉得说 如果你要把我打败的话 你就让我人数20分之内 就让我觉得 我一拼到最后 然后结果还是这样子 有机会 让台平在最后的14秒取得超前 第二盘超新球 在这场系列赛的第五战 过后了39分钟 又46秒 在最后的14秒 他们超前 好不容易 辛辛苦当打到 真的有机会离冠军 就差那么一步 所有人的心脏呢 已经快要到了嘴边了 两边球衣都很紧张 差点把这个球给抄到 浪费了1.5秒的时间 天堂跟第一路一线之间 就在那短短的一秒钟 来6秒钟 曾文鼎在三分线外 两步的距离拿球 曾文鼎 换手入球 到篮底下 曾文鼎没有投进 三秒钟 越来越贏了 越来越贏了 整个就是疯狂 球员呢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 周鸿玉高兴的同时 林志杰现在已经是泪流满面 林志杰泪流满面 在球场上呢 已经是泪撒球场 要赶快把毛巾给盖住 那么我想这对台平的球迷来说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努力了一整个球迹 过分必次 我们只有团队 我们一起走过球队 边临解散的危机 与绝望 但现在 我们在总冠军赛的门口 虽然我们还是失败了 我们每个人都难过的哭了 但是我们很骄傲 因为我们喜欢篮球 我们在追求胜利 我们有流过汗 我们有流过泪 甚至流过血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那次虽然冠军赛输 我觉得那一次的输 是非常值得 我们真的是赢了 虽然说第二名已经不错了 比我们预期还好 可是大家还是想 拿冠军吧 我们走第六名 进季后赛第四名 到冠军 我们一直在健康 这个是我想要的 到智杰 第一个就哭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看到他哭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不能再多帮你一天 感觉到大家觉得是这么的武士 然后去为了我们的团队 然后为我们身体这样去做打批 也不想为什么就是 就是眼泪这样自己 就是这样自己流下来 你哭了 你有眼泪了 我就知道我们成功了 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示范你总会有一次会成功吗 在07年的球季 我们有了更多的准备 除了三哥和罗哥的加入 守正也加强了重量训练 同时小六也练了签名呢 除了这些 我们决定前往日本 向职业冠军队挑战 也为星球季做一个好的开心 开心呢 能够代表台湾 受到日本职业冠军队的邀请 所以这次对我们台帝第一争重大 雖然说可以打一个好球 所以我们只要出来比赛的话 就只有一个是敏感 但事情好像没有想像中顺利 可能是SBO第三季 所以合入第二名的关系 让我们开始自大骄傲起来 也让我们在跟日本职业队 进行友谊赛的时候 吃尽苦头 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今天打的是美国队啊 我们今天自对美国队 不是对日本的球队 所以没有问题啊 老实讲我是还蛮气的 打第一场那场我是觉得还蛮不开心 大家就是好像还在沉迷到 上一季的第二名的感觉 难得已经打了第三季 才打出来这样子 给人家一个这么好的印象 不要让其他就是 帮助我们的就是 辜负他们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 比赛我们是非常好信心的 看大家行不行啊 其实这一次是个 SBO的前扫战 这一次呢我们 算是背负着国人的期许 想要好好地为台湾 挣一点框 现在我们只要出来比赛的话 就只有一个是赢啊 哼 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是赢 是赢啊 哼哼 是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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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态度完全不见 但是态度跟志玲 态度不一样 那个解答很难 新年这是什么态度 根本就是 许几乎的拼 想为止的态度 根本就是 散漫的态度 根本就没有想求胜 我覺得那是心態上有一個問題 你點出自己的問題 好歹你覺得他打這邊 打得很好啊 頭多重多啊 我打得好啊 你哪裡好啊 至少我溫暈球運運 被人家擦掉了 連續擦散球 你每次卡到位都卡到一半 然後就讓人家擠過去 是 平常在組 你第一場打不到十分鐘怎麼把球送給你 黑哥你今天沒有拍 今天沒有拍 有話講清楚 你先不要拍 你有話講清楚 你先不要拍啊 好不好 好啊 先不要拍啊 那你叫什麼 由於隊長浩呆 和小孩求勝的慾望特別強 我們之間 也因為對籃球場上的一些意見 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突 我們開始懷疑自己 到底還能像上一季一樣打進冠軍賽嗎 我們彼此的目標還是一樣的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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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 不要這樣 不要講 對啊 滾啊 欸 小孩你幹嘛 不要 不要 你不要弄 你菜還沒來啊 你幹嘛 欸 好 要不然你拿他們一口去吃飯 你又拿又 不是一口 我們拿他一球球隊一起的啊 幹嘛這樣子啊 我們彼咧 沒有啦 欸 我們 什麼 現在講這個你還在拍啊 是要拍什麼東西啊 我現在沒亂拍了啊 快點啦 各位合作的好夥伴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說 07年呢 我們需要你們一起加入 跟我們一起打拼 進冠軍賽 希望你的加入 然後跟我們台皮呢 一起 在年輕人的品牌當中呢 是聚於領先 至於07年的星球技 我們會如何的展進 支持台皮隊的夥伴們 抱歉 可能又一次 要讓你們失望了 台皮隊 加油吧 大家要記得 我們兩個月以前 在日本 被人家這樣子欺負 可以繼續這個教訓 然後我們回來台灣以後 幫我們在日本學的經驗 把它學習起來 記憶起來 然後到SBO戰場上的時候 不要再犯那種錯誤 那我想我們應該還是 會是很強的球隊這樣 在繼續日本的教訓之後 我們回到台灣 好好檢討自己 重新調整我們的態度 嗯 我有預感 2007年 應該是我們最關鍵的一年 真的說真的 沒有什麼學生生活 是每天是打球 國中的時候就是 別人家找到學校 別人家玩走 就都是一個人在坐車 大學的時候 人家在忙著 體驗他們 大學生活 那我們就是每天忙著 幹練球的時間 沒有什麼同學 就是多少 心裡面都有點遺憾啊 成長的路跟人家不一樣 現在是練個中鋒地位的 在打 對抗 我們那個中鋒 是還蠻明顯的一個落點 所以我們對抗性不足 現在 要對抗一下 因為以前 我就打這個位置 打得還蠻有心得的 就卡位啊 雖然是犯規邊緣啊 但是我是訓練他們 好 因為畢竟去年來講的話 這支球隊是冠亞軍的球隊 那一上來馬上你要去接這麼一支好的球隊 除了你要能夠維持它一定的水準之外 然後另外一個中鋒 我如何讓他們能夠去更突破 這是我加入台北隊的一個機會 其實盧哥他是一個很聰明的球員 自製能力很高 他在場上很清楚自己要幹什麼 而且他的個性吧 有時候 你也不用去問他說 欸今天我哪裡做錯 他看到你錯了 他也希望你好 他自己就過來跟你講 這個很棒的一個老大哥的風範 現在他們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球場上經驗是非常的足 一定要夠 還有在球場上處理球 或怎麼樣 在這裡算 在這裡算 找到最好的 你看找到最好的 我覺得四年還是 其實跟我過去有點像 不服輸的精神有 衝勁十足 必須說他真的是一個很有天分的控球 你也可以說他才華洋溢 因為他的真的 你看控球也很少 像他進攻能力的強 因為他的位置跟現在是一樣的 他把三個的寶 把他去挖 對他以後呢 會有更大幫助 因為成長空間 事量還蠻大的 一秒就看到他跳了就可以過 不管今天我們是贏了30分 或是我們今天已經輸了14、50分 我覺得我只要一上場 我就是努力平 或許我知道我今天打不贏這一隊 我還是會就是平啊 我就是努力就是看我可以怎麼樣 然後就盡我所能 然後 在場上發揮 然後不管那時候輸贏是怎樣 我就是認真 因為我悶啊 輸球就很不爽 超不爽 打完球就是要贏啊 輸球就很不爽 我很不喜歡 輸 我很希望可以贏得每一場 試練是我們球隊中 年紀最輕的球員之一 上了場 必須當一位指揮官 去組織球隊 控球是球隊的靈魂 他可以讓隊友們變得更好 更強 同時 他也可能讓球隊 掉進無法收拾的場面 快去組織吧 快去組織 快點 還哥 速度 快速 快速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地方 今天韓國隊打球就是那種小動作 他一直在挑釁你 不斷的用小動作來刺激你 可是 你要更能穩定你的情緒 他們的人先衝出來 差點我膝蓋 他們的人先打我 我做某戶球 他衝過來抄我球 他護袖打到他的臉 你是有先打他嗎 他從頭到尾都先打我 他從下班長一開始在打我 裁判是這個球場上的司法 他沒有去說 他對你怎麼樣的時候 是我們整片人 沒有啊他也吹我進攻犯規 我也是把球給他 我也是護球啊他竟然這樣 他覺得我的動作太大 可是我覺得我不能這樣一直冷氣吞聲 我不是把球打放著就揮拳 那是他們的人自己選從上來 好不容易有一個很好的名聲 我不是一個可以讓人家欺負的人 但是我是絕對 不容許說我們 因為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 可是今天這個場面好就算他弄你幹什麼 對不對 我覺得你那個動作就是已經 就是引發這個整個事件的 所以我不要走 我幫你拿去 我來拿去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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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在你 你 我去 沒有人怪你 想來真的一樣不要這樣子 實驗師也沒有人怪你 經驗嘛 就累積累積量就好了 就沒關係 好不好 四年 兩個哭為什麼好哭的 四年 對啊 我們還有跟他上個球賽 對啊 一比一而已嘛 雖然這場是比較有機會贏 可是不要那麼響 那其實我這個就是 就是你打到我我都還OK 就是 可是我不喜歡人家 就是打我兩位 沒有啊第一時間他那個 就衝來要打他啦 那當然很正常就是要先打個人 對啊 保護自己的球員 所以我們都先上去保護我們隊 對啊 先擋一下 反正 然後我們會不會痛 這麼一個防護員 昨天看到那種出境 會不會很痛 不會啊 我們第一個動作防護員 就是先閃到旁邊 避免遭受波及 那我們會什麼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企圖心 對自我要求也非常嚴格的一個選手啦 那一定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就是等他慢慢慢慢 畢竟年輕慢慢慢慢 年紀稍微再成長的經驗再多一點 我相信他處理球的一定會越來越好 其實他跟我一樣啊 有時候會蠻在意別人的看法和想法 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可能這一季的表現起起伏伏了 因為他有時候真的是求好親切啊 他總是想要傳一個最漂亮的助攻 也最有得分 大家都會失誤嘛 不可能每一場你都是打到最好的標準嘛 每一場你不可能临失誤什麼都不可能 這東西其實他還那麼年輕 就是可以一直買個經驗 你到時候到後面 你當然這些球你當然會處理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不必要哭啦 我覺得 哭不能解決一切啊 我覺得就是 到後面就是更鼓勵他 就是覺得說其實可以避免不要發生 然後就很難過 像當下一輸的時候 哇整個就是 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因為自己的失誤 然後就是輸掉啊 就覺得很難過 只有一個念頭說 為什麼這樣 就一直想為什麼這樣 之後覺得很開心啊 就是還好有你們啊 就是這些 對你們啊 教練 然後 有你們這些朋友 這樣子來安慰我 後來想一想就是 我也總不能這一輩子都一直在嘗試 然後一直最後結果都是不好的 那一次之後我就覺得說 以後在那種關鍵的時候 我要更處理好每一顆球 然後自己就是希望用另外一種方式激勵我 然後自己裝生氣這樣 你再哭我難 我生氣喔 你再哭我真的 以後不理你了 他怕每個人都不理他啊 也是很有用 因為怕 真的怕他不理我有沒有 感覺出來的是 對上那種名距離 對啊 比較不會有那種 小團體啊 或怎麼樣 對上那種 對上那種 應該也算是互相吧 大家都看到錯子 會互相安慰 隊友之間 是真的有一點 真的像兄弟一樣 對我來講 是很好的兄弟 那也是很好的市長 那也很感謝他們 都會跟我講說 你這邊要那麼多 我一來我就感覺到 這個團隊其實相親力不錯 每一個球員之間的感情 練球的力都很積極啊 滿慶幸我可以來到這個球隊 對啦 他們喔 每一個人都要模仿 即使是我在 我在練球狀況下 講話的 的這些小細節 他們都會學 然後 然後講話的時候會 我們 每一場都要像今天這樣 快速打 好 不要忘了對方也是可敬的對手 其樂不能掉以輕心 嗨不嗨啊 還不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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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們球隊 每一個人都很好笑 不要再給顏哥出錢了 對啊 大家抽一抽 大家自己抽的 對 抽一抽 團結一樣 真的嗎 就只要八寶 八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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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要大家聚在一起 笑聲不斷 笑得肚子很痛之類的 一唷... 好難哦 祝你 glad 好了 這煩顏 它就含了 好厲害哦 拒絲 田傑 darn呀 好好念 你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阿德你好紅喔 阿德很紅喔 你怎麼會這樣 阿德很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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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你幹嘛不好意思 你怎麼了 我不喜歡這種 每一個都有他們不同的一個 特質和個性在 阿德很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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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手都很紅耶 阿德很紅喔 抱一下 抱一下 契事 殺子 勇 欸冰霞 你會想你代台皮隊嗎 除非是嚴格 不要我 不然我是不會走 你要把嚴格 我覺得在這個隊 不會像其他隊就是 有點在逗的感覺 就是大家都是一樣 然後就 就是互相幫忙阿 然後就算今天我不好 或是什麼樣都是互相鼓勵 我覺得這非常很好 不要抖 要抖啦 不要抖咧 預備 1 2 3 不要讓我 如果外面的人在看會覺得 這一支球隊是不是跟你 跟杜鵑螂一樣 似乎一個瘋冷院 怎麼奇怪 從一開始見面的時候 打招呼的方式 練球的情況 情緒等等 大家都會覺得 都處在很高昂的情況下 誰叫大魚頭要製作 你也不肯活 走開 因為他今天早上就把 從那換褲子 他把他推到外面去 他就把我整個人 推到加油站那邊 我的脖子 然後還要公屁股被人家看到 他就聯合小哈跟小柳 一起把他全部脫掉這樣 小柳 憲哥 什麼東西啊 你看你看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 你走了 我一早把他一巴掌 那什麼 你都媽媽的 真的 你頭再揭 你頭再揭 他可想要测平 你腹力夠不夠力 很好 不要 不要 拜託 不要 你會有足球的時候的心情難過 那也會有贏球的時候的喜悅 那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去朝這個目標 一起邁進 我覺得那個感覺真的是很難說出來 就是只有我們自己會知道而已 我愛你 可能是因為台皮籃球隊 然後我們大家認識大家在一起生活 可是就是 可是那個感情已經超過我們就是 只有在籃球場上 就是合作的夥伴才是在一起 就是私底下我們一定會關心 我覺得根本就是一個大家 就是一家人 我們現在遇到瓶頸 因為我們已經找了四五家那種運動用品店 然後為了要幫冰箱買一條短褲 然後我就去跟店員說 這家店裡面有沒有他穿得下的 每個店員都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他現在 他的長褲裡面的緊身褲 是剛剛在比完賽的緊身褲 然後他現在有別於上次那個 那個精采的一種重播 所以他現在緊身褲 穿在裡面不敢把緊身褲脫掉 怕被耗賴脫掉 耗賴你一種種事嗎 我怎麼可能種那種事啊 來 我們再來重播 把手放在這邊 他是自己 他是自己轉過去 你覺得 你自己都要幹嘛 隨便啊 看嚴重 為了如果效果的話 如果不上也沒關係 這一次 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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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子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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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哎 哦呀 再动一下 手举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桥远站起来 又又又又又又 啊啊 我的阿妹妹过来跟我跳啊 其实我感觉我们没来 我们台评应该是 就是骑车里面 就是最会手要保的一个球队 别讲 阿姨加油 没有你们支持SBL啊 也不用那么朋友发展 有你们SBL会更好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被感染到我们的精神 其实真的很感谢他们 就是这样不理气啊 你们一定要支持到底 不管是说我退球之后也好 没有退球 应该支持我们 这个SBL 基地球迷都会划心 是做一些 就是蛮精美的那种板子啊 然后其实我都会把它 就是收藏起来 阿姨加油 如果说没有你们的话 就不会有我们台评篮球队 阿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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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打出好的成绩啊 我想这他们应该 就是最开心的吧 这是台湾一年一度 与球迷见面的日子 正当我们与大家欢乐之时 在浩戴的墨镜背后 却藏着巨大的悲伤 今天早上 是浩戴女友父亲过世的日子 阿姨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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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过啊 其实很短的时间真的是 让人家感觉到就是 生命的很脆弱 因为从昨天去看大的时候 所以身体还很好 然后就 那些事情 就是 其实这个活动早就已经 早就已经已经跑了 那 谁不晓得说这件事情 哪有那么突然 那 你会想要先回去 看家庄吧 会啊 那 那 有吗 没关系啊 因为这 毕竟就是 感谢这 就是球皮这一点来支持 对不对 那 这件事情我也跟我女朋友 讲过 他也说 就是 毕竟一年之后 他也希望说 我能牵过来这边 然后到时候再回去 那就好了 所以 你没有相信 你觉得 可以的情况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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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过程嘛 对啊 就是 人生毕竟的过程 但是 我觉得这过程 真的还蛮 还蛮 还蛮好的啦 但是 刚才在那边的生活机 都一直忍住不空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 我女朋友在家 就是 为了一个 就是他们的精神之处 都已经 就是 已经倒了 如果知道 妹妹如果觉得 哭的话 就会好像 就变成我女朋友 还没有什么之处 对不对 所以刚才 一直的 人到这边来了 你知道吗 身为台皮队 队长的浩呆 为了不要让球迷担心 于是用墨镜 来遮掩他 酷红的眼睛 虽然他内心非常的挣扎 但他还是会献上每一位球迷签名 因为他知道 篮球 家人 球迷 都是他这辈子 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今天感觉他有心思 然后 谢谢他 所以我想要鼓劈他一下 好不好 他很相信我 就是能够走过去 然后也感谢你们的鼓励 那 一定有快乐 做出这个 这个事 谢谢 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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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不可思议 这球 我就说这个实验 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徐浩诚 哇 关键时刻 尚伟凡跟徐浩诚 两个待在场上 这是尚伟凡切入突破以后 把球将会底线了 徐浩诚 尚伟凡 你现在讲那么多 现在其实 真的希望能够 抱到他 抱到他 如果他看得到话 如果 就说 日报其实这种球 是为你打的 那 很安心我们会有胜利 那 出来的机会 这两盒的体育在第四节 代表了 代表了第四节先生的角色 太不可思议了 雅哥 他真的是穿同一条裤子 雅神在底线投进三分球 排平 逆转 排平 逆转 排平的队员们 体验到生命的脆弱 也在同时认识了一位 正在与生命搏斗的朋友 他靠着对篮球的热情 成立了北岗悠悠队 也是一位 正在与并魔对抗的战士 他给予热爱打篮球的小朋友们 最大的鼓励 同时 也是这群小朋友 最好的榜样 我没有看 自己的热身塞一直扣篮的 帅 人家知道你要来 每一个都拼命扣 敬业 小朋友看了会高兴 巴士不一样 小朋友看了会高兴 对啊 我也可以啊 看了会高兴 太湾 太湾 秘书 太湾 秘书 如果 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年 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她是林玉成老师 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两年前她发现自己罹患未来 但她决定用生命的力量 无视的奉献给她热爱的篮球 她说不管怎样 一定要陪这群小朋友打篮球 发现未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刚好在这间学校当实习老师 然后有一群六年级的小朋友 他们就算很乖啦 又活动力很好 那有一些基本动作也很不错 我就会想说 我们这个地方一直都没有一支球队 我想我之前学过那么多 我也想把我们教练交给我的 然后拿出来用 在一起又没有像跟别的老师一样 尊敬还是会有啦 可是弯闹还是有啊 那不会像别的老师一样 都只有严肃跟风景 我看他们 我自己也在疗病 因为看着他们 我才不会觉得自己生病 对啊 然后就像听到他们运球的声音 散烂的声音 我会觉得 你什么都还要死在啊 我会觉得这个时间 我都是很活着的这样 对啊 但是我呼吸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是健康的 然后看他们打球 我是健康的 如果 如果整天 没有过来的话 我才会觉得我像一个病人 跟他们在一起 我就不会觉得我像个病人 对 他本来就很乐观了啦 他跟这些小朋友都相处得很好 他很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 我妈妈整天叫我去练太极 去做甩手工 她说叫我放下篮球 然后我跟我妈妈说 这是很难的事情 我可以 我可以一整天休息 可是我就是五点多 我就要出来看他们打球 当然希望他养病了 休息一下 可是他的兴趣 他喜欢做的是 我们还是支持他去做 有机会可能 会打我们的球队 我希望有这么一天 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 继续好好的学习 然后 林老师教你们什么 工作人员 很关心 像我那个弟弟说的 那该死的一天 总会来 我希望就是在 之后 他们能够记得的态度 心神就是 在球赛上 你是球员 你就有责任 完成每一场比赛 而不是消耗时间 把球赛 很真正去负责这场比赛 尊敬对手 还有尊敬自己 这就是我 希望他们能够维持下去的态度 能力没有限制 做得到就是要去做 每一个人的能力 不是有限 就是要尽力 前年就 接受未切除手术 那时候 就是很感谢黑哥 他送一件球鱼给我 上面有那个全队的签名 然后他说 说一句话 我很感动 看到的时候快哭了 这个 2006生命就像破解而出的蝴蝶 蝴蝶的生命很短暂 可是他从包包重出来 他是很美丽的 虽然他寿命不长 但是他可以活得很漂亮 我希望活得很像蝴蝶一样 我常听他讲对面讲讲 哦 妈妈 那人家打电话来了 他好高兴 大家都给他很大的鼓励 你觉得你可以看一下 哦 后面的 对啊 没差啦 那你为什么要打电话 嗯 没有为什么要就 就陪他一起离啊 我们认识三年多 从我健康到生病 他都一直很贴心的一个弟弟 他总是会让我很感动这样 在我需要的时候 他从不会缺席 其实我没有什么背景 我真的没有什么背景 没有学历 然后也没有有钱的老爸老妈这样支撑我 然后我爸也很早过世了 我靠的就是态度 也没有离成功比较近 态度很重要 好不好 加油 来 谢谢黑人哥哥 谢谢黑人哥 在我走前我有这么多的感动 我有很多很多的感谢想要去说 好 很多人太帮助我了 我觉得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 我觉得有太多人需要去帮助了啦 我在路上整天会看到很多 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 太多的注意在我身上 我有点在浪费社会的资源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所以其实我 我不害怕我自己 可是我害怕 我很不喜欢看到 如果 家里啊 变得 愁云藏物 我很担心 不要放弃 老师不要放弃 有一天他会好的 希望老师能一起跟我们来看台北打入冠军上 你不能 你不能 嗯 老师 老师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我们会 把态度传承下去 我们都是很支持他的运动 然后 希望他能健康 我希望啊 我还是可以 活得比他们久 去照顾他们 可是 可是 万一 万一我不能照顾他们的话 我希望 我在走的时候 还可以让他们感到骄傲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到最后的时候 发生他们觉得我走得很暗箱 我要笑笑的离开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这 冠军赛 今年就是冠军赛 对 那 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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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赛 老师 老师 老师你最关心我了 自己也非常 你叫我求劲 老师 我一定会达到 我的要求 老师 老师 你辛苦了 老师 你的结束 不是真的结束 是 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我们是你 过了种下来的种子 我们会继续 茁壮 成长 继续 获得更多的种子 其实你没手 只是照顾另一个世界 学校给你教育 打招手 工业的教育 与高手 希望校园子 还能再当你的学生 谢谢你教我 很多安全的技巧 没有做人的态度 要不拥有 不拥有 幸福 你 还能再来个光 黑人 你让我感动 台湾啤酒呢就对 你让我们感动 每次看到你们 我都会持续这份心情 如果我輸了 請給我一個好的理由 重要的不是我們從球場上得到了什麼 而是我們走的時候 能從球場上帶走什麼 他正在跟死神在搏鬥的時候 我也在他身上看到 真的叫永不放棄的今生 你一樣的大地上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 也是何有正害的 這個球場上的事情應該跟何有正有關係 他就在那邊灌 然後擊我就算了好一擊黑哥 黑哥這種人一被擊就受不了 然後他就 糗了糗了糗了 我們就在趕黑哥說 黑哥來一個來一個 然後黑哥就一直灌 灌不進 有沒有籃光有點壞掉 有沒有籃球 第四個好像灌 灌進然後在上面這樣 拉拉拉拉拉 然後籃光這樣扯下來 他剛好嚴格出去了 你跟嚴格應該不會對你神氣吧 會 從小到大被他 因為灌籃罵很慘 已經9點了 我現在很慌張 9點因為我們練到10點 依嚴格出現的時間差不多 9點半左右 我沒有看過他那麼震驚 在球場上沒有看過那麼震驚 如果這個翹得回去 我發誓我不會再灌你 我從高中到這邊灌籃 男方就他了 沒錯 沒錯就是你喔 一個藝人 我可以弄到他那邊 叫他光很緊張 我真的很好笑 感謝主 安排了一個天使 走了 拜拜 王哥和接線到我旁邊 王哥不是一來嗎 然後一休完過兩分鐘 嚴格到我中心來 你看他是不是運氣非常好 嗨 你剛好 哇 哇 哇 多驚險 王哥謝了 黑哥把籃關拿換事情 黑人把籃關拿換 我不知道在哪裡 黑人把籃關拿換 我不知道在哪裡 不好意思喔 這個白道 你有沒有覺得黑哥沒有跟 年哥講說我們就 黑人把籃關拿換 幫您跟他講啊 哇 你不好講 我不知道在哪裡 他那一段像化名精魂這樣 對 就像這個表情啦 黑人把籃關拿換 我不知道在哪裡 對對對 不好意思喔 黑人把籃關拿換 我不知道在哪裡 他有生氣嗎 他有生氣嗎 我本來是想要找一些練習生頂一點的 哈哈哈哈 我以前也晃壞過一個籃框 那個籃板整個灌下來 然後那時候很胖 然後灌完以後 上面的管理員滿資深的 台下的大口味 你娘老X 你現在要在台北市 找到一個球場 能夠讓我們早上晚上的用 練球 幾乎是不可能的啦 已經沒有這個地方了 從第一年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是租球場 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練球場 然後場地就是得來不易啊 因為中輪這個球場 所以我們也蠻方便的 然後他也給我們很多優惠啊 因為他那個籃框場地有點久 然後我們還不好好愛惜的話 可能就沒有場地練球 就影響到戰績 那是我們的 我們球隊的幾乎是一個命脈 如果你把那個籃框籃架 弄壞掉了 他只要找個理由說 我們關閉球場 你開玩笑的後果就是 你是怎麼樣 你到水泥地去練啊 現在小孩子那麼嬌嫩 兩下子可能膝蓋就壞掉了 受傷一直是球隊 以及球員們最困擾的事情 因為很有可能在那一天 就會永遠離開我們從小到大 一直投入 一直付出的最愛 對運動員來說 提早結束運動生命 他們比任何事情都還要痛苦 才要難過 球員受傷在比賽 以及練習中經常發生 所以這成為球員們最大困難 他還被直接唸了一下 在場上 我知道他為我好啦 他只說 積極點啊 然後說 腳真的不舒服 不要上去會影響 他好像會影響到球隊 上去我也當然想去拚啊 可是 我可能 自己傷 可能就不會像他們 那麼容易去撐下來 所以可能痛我就真的會覺得痛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是 無欲緊下受傷了 你就是算肌力再好 還是一樣啊 你就可能就回了一生了吧 球員一受傷 這形同就是 待夜中你知道嗎 最明顯的一個就是 手症 他的手 投籃的那個右手 因為他在那個 大專輩比賽的時候 跟人家玩 然後玩一玩 他的右手的筋啊 被割斷 醫生說 他根本不能繼續運動 然後他機器也打那麼好 然後這一段路程 他很痛苦 去年節有受傷嗎 什麼 我又不喜歡受傷 受傷真的很難過 然後而且你受完傷以後 就是 人家在球場練習啊 你就在旁邊看啊 然後你自己每天就只能在重量訓練室啊 游泳池做復健 或者是那種 物理治療室做復健 那感覺很難受 很難熬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今天看到達人 整體 直下掉 直下掉 直下掉啊 之前就是 被踩到啊 然後就快要掉快要掉 然後就 一直包著練這樣 然後今天終於讓他掉了 直下掉了 對阿 沒辦法 他沒有直角是很痛 對啊 就 慢慢習慣吧 有可能就是 中間你受傷 可能就掛了 有可能說 欸我有十年 搞不好一兩年就掛了 也有 也有的人啊 我拿我之前有個學弟啊 我不講名字啊 真的條件不錯啊 就 膝蓋就斷了 整個 祈禱結束啊 我還要 沒有 那你頭還很暈啊 沒有 暈啊耳明啊 那有種嗎 摸不出來 趕快冰服一下 我可能就是過幾天就要 就是可能會跟嚴格講說我要離開球隊 我怕他最近看我摔到腦 然後他說他現在工作很辛苦 他希望我可以去幫助他 他說那你要不要過完年之後 然後回來幫幫 打球真的是一直因為我們壽命很短 然後做人一輩子 我是很喜歡打球 可是沒有辦法 我可能跟大家比較下來 可能我的實力比較差 可是我很喜歡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覺 對啊這邊的人都不會覺得說 好像你打得比較好 大家都會互相就是我教你啊 你沒注意的我要跟你講 不會好像說你不會 然後我就看你怎麼樣 在哲利發生嚴重的腦震盪後 經過思考 他決定做出人生的重要選擇 我有件事要跟你講 因為 不是 我上次腦震盪的時候 然後我爸回家 蛤 我上腦震盪的時候 然後我爸就回家 蛤 他說還希望我過完年之後就可以 加油 那你就決定啊 那你要放出吧 因為我爸這樣講我沒辦法 其實他以前已經跟我講過一次了 我有指令 我小 台灣的籃球選手 平均大約在30到35歲之間 就會選擇退休 但我們卻不像美國NBA球員 有這麼好的收入 可以在打球的時候 就賺上一輩子 不愁赤穿的財富 雖然環境如此 我們還是願意一股腦的投入 我想這就是一般人 或一般家長 永遠都會了解的地方 但請相信你們 只要曾經當過一名籃球員 我保證 你永遠不會後悔 我覺得不然能讓事情到最後實在 給我想像的好多人 因為我怕他會生氣 因為我覺得這樣中途走的 甚至不負責任性 我覺得幫自己家裡的忙 就說不然變怎麼樣 那跟後不後悔沒有關係 你只能說這是該去做的事情 我 這是應該要去做的 而不是說我 想去做 然後問他 我脫了你不覺得 我就起來 晃得到 謝謝 痛 我覺得每件事情都是這樣 反正就是 努力不一定會有收穫 就可是 不用管 其實不用管結果 不管過程就好了 對啊 我現在在這邊就過得很好 很開心 我也不用擔心 打台幣加油 拜拜 幫家裡人的忙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港配哲力的勇氣 做出了決定 希望未來 哲力在不同的道路上 也能發光發熱 勇於籃球人 感到驕傲 哲力 加油 我們台皮的感情 就像親兄弟一樣 每天都生活在一起 但是有些事情 隊友 和球迷 可能都沒有機會了解 有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些誤會 甚至不了 今天 是守正24歲的生日 幫你慶祝一下 你最早跟人家去打個照片 跟人家回去 跟人家謝謝一下 我跟你講 你現在去 你告訴我 謝謝一下 講兩句 就可以 對啊 就是我們要集合 你喜來找你要找更久 謝謝 謝謝 我代收了 有要代收嗎 不聽過世以後 其實我對生日都還蠻低調 就比較不喜歡吧 因為以前都是 拿蛋糕或是幹嘛 都是 自己的髮皮 會拿那個 手去切蛋糕 我覺得這每個小孩子都會有的 那我覺得 我不喜歡這樣子的 因為可能也怕處理傷情 他爸爸每次跟他講話 都語重心長 爸爸年紀比較大 這樣人會遭走 你要好好照顧媽媽 這種話 經常講 最難過的一定就是他去世啊 因為覺得說 因為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呃 他那時候在加護病房吧 然後 呃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台皮 打了一個小杯賽 然後拿了冠軍 然後他那時候在床上 其實意思有點不輕 但是我去的時候他 我比完賽 那時候從新竹回去 隔天我去找他 他跟我畢業 拿了冠軍 他很開心 後來隔沒多久吧 然後我就去上課 後來突然聽到我姐的電話 說我爸好像過世了 然後就一直忍住眼淚 不能哭 然後就一直不哭 比較難過是剛好可能 沒有看到他最後一眼 因為他打球 聽說是想要幫他父親買一個 有那個 電梯的公寓 因為他 父親就洗腎嘛 然後 手正在的時候 他可以背他爸爸 洗完身後上五樓 他不在的話 就是他爸爸慢慢上 然後他媽媽在 後面那屁股這樣推他上樓 然後 手正打球目標 就是希望存錢 幫他爸爸買一個 電梯的公寓 但 第一季之後 就他父親一走 他也受傷 哇 我覺得對球員是非常大的傷害 然後後來慢慢的 因為他過世了以後 其實那一陣子啊 就是 你打球會頓時失去的目標 因為你覺得你在怎麼努力啊 你在怎麼樣跑 你可能 都沒有一個人看得到 因為他已經 離開了 大家都 來不及說什麼 不要拍這個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太難過了 因為我們 很老了才 生手正嘛 那我們 都 當寶貝這樣等 其實每個小孩都是 父母的寶貝啦 我們是 特別疼 而且那個 何伯伯 他 一個人 從東北到台灣來嘛 那 有 這麼一個兒子 他 特別高興 然後看兒子 打球他也很心疼 然後看他有一點 小小的成果 好像 也很安慰 也很安慰 然後第二季他跟 他媽媽說 他 每一分每一球 都要為他媽媽而打 對誰經濟 當然 張惠妹啊 我爸會在家裡看我比賽 就是看轉播 他唯一一次來的 我永遠記得 是我國中的時候 在台中的那個 台中一中比賽 然後還比到一半 OK 怎麼好像全場的人都停了 他就很帥的一個 190公分的人 牽著我媽進來 從那個門口一進來 大家就在看 哇這是誰 更好笑的是喔 我們在比賽對不對 我的國中的教練 牽著我爸一起進來 你就看到兩個外神人 這樣一起走進來 欸我們還在比賽耶 然後就心裡一直在笑 然後後來就進來以後 就看到我爸跟那個教練 坐在那個教練行裡面 一直聊天 都不管球賽了 可能我們也贏啦 然後 那剛好那場我也打得不錯 我不曉得我爸有沒有看到 可是我覺得 喔 它真的很屌 這個好重喔你看 好啦 好重喔你看 欸秀一下 不要 你看我看一下雞肉 你看很兇雞耶 你看很屌 來有看一下會怎樣喔 今天呢是我媽媽的生日 這個櫻桃起司呢 是我幫你選的 然後 雖然說它不是很古怪啊 可是 喔這個也有水果的味道 然後也有起司的味道 很重啊 相信一定有喜歡吃的喔 她很努力 非常非常努力 努力就在第二季的時候 她選上中華隊 然後進中華隊的當下 她媽媽得癌症 她就當中華隊在這邊 她就當中華隊練球 喔 這就是她小時候練球 對對對 她平常一天都在那邊投多少球 喔 投太多了 太多了 首陣有一次練球 好像在日本嘛 就跑去跟了 那種我們叫一隻光哥 就是教練 因為 我想要 退訓 我下次再為國家效力 又要回去給我媽媽 她好不容易選上中華隊 然後 因為她 太害怕失去媽媽 然後 就 直接回 台灣 然後 坐在她媽媽的床邊 然後 她媽媽身體不舒服 她就服侍她媽媽 然後那時候我去醫院看她 那個 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 以一個這樣的球星 然後 外在內在都那麼優秀 居然還有 這樣的孝心 然後在 坐在旁邊服侍她媽媽 到這一季 的開打前幾天 她媽媽又 進急診 然後 首陣就 練完球 就到急診室 凌晨囉 陪她媽媽大概到 凌晨 差不多三四點吧 早上 訓練 晚上比賽 她就是這樣一個孩子 所以 她應該算是我最喜歡的之一了 所以這一批球員當中 我非常欣賞她 非常 我是何守正 我是何媽媽 聽不到 好嗎 我遇見 只有誰 做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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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當然就是在背上的角色 當然就是最重要的那個角色 他其實也是那種責任感很重 都是藏在心裡面的 像經常輸球什麼 他就會很不高興 他就很不高興 他會覺得說他自己 他是他自己的真正 在球場上是天才 你加一個動作 可能他用這個動作 想到第二個第三個就是 就是很天才的球員 籃球是五個人在球場上 對啊 不管是打幾分鐘 我覺得他上完的都是主將 球人沒有一個人的啦 一個人你可以多厲害 我就不相信 對啊 再高一點 沒關係看他 我一直想笑 等一下你的下巴可以再抬高一點 他對於這個球隊 他能夠影響整個球賽的輸贏 也能夠影響到我們的排名的名次 就是我從我二年進到台北之後 我覺得他就一直慢慢在改變自己 就是自己慢慢從一個人的世界 然後走出來 在一些球場上的態度上面 他就越來越就是 有那種領導者的一些風況跟一些態度 從第一年開始他的責任性沒有那麼重 直到第二年開始慢慢慢慢的轉變 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全新投入在這個球隊了 他也知道這支球隊也是屬於他的球隊 當然球員都不喜歡輸球 就是覺得他對贏球的渴望會特別的強力 就是他指示本身在能夠表現好之外 他如何能夠讓一些不起眼的人 也能夠表現得很好 這個是他必須要請助的 我覺得之前讓我們感受一下 他可以問我今天會有機會 他今天可以說他今天助攻很多 讓他得分少一點保持 而且他不會說其他隊友 別的隊友他會一直感 他會一直跟我一起嗨你知道嗎 就是說抽證 或是其他人別的隊友 他就一直跟我們嗨 還蠻感動的 因為我在球隊啊 其實大家都覺得你是一個公手 然後出手力那麼多 他們也不會說啊 怎麼會這麼幹啊 都不傳球怎麼樣啊 然後也不會去責備什麼啊 所以我就一直開始在改我的打法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其他隊友的鼓勵 然後我也知道 隊友都是這麼支持我 然後我也要覺得 試著去幫助隊友這樣 為什麼我想那麼多 就是因為我想做改變啊 我要讓我的隊友更好啊 他們好就是我的好 還有兩分嗎 我今天就算八分 兩分 OK嘛 好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 都是菁英耶 這季真的是差很多了 真的是差很多了 每個上來真的是厲害 不管我啦 你看 欸 你這樣 東森那場舞台歌幾分 十二分 我也贏球啊 那時候很開心 雖然我 我打那麼爛 還有五個失誤 那還贏球 他們都成長了 我也覺得說 我有幫助幫他們 他們也試著幫助 我也希望他們以後 可以跟我一樣 這麼強勢的 幫助這個球隊 好 好 我今天就OK了 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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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是哪一招啊 對啊 你知道嗎 欸 是太多人不敢哭好不好 你以為啊 你以為啊 我們再也沒有鬆懈的借口 努力練球拿到冠軍 是我們全隊 唯一的目標 搞鬼 紀錄賽 每一個我們在調我們的狀況 回到家裡面 自己把自己進去 好好休息 有女朋友的 跟女朋友講一聲 好不好 這幾天不要聯絡 放手 放手 加油 加油 快就睡 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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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這樣 你馬上倒下 Just one shot Yes yes 有票 票上你只剩十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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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要放臉上 台灣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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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被你台灣知道 WOW 我們叫做HOLDMAN 就像一筆一筆 我們睡覺 不知道 我的眼淚已經殺掉了 Yeah 我被我當了 WOW WOW 然後去游泳 喂 贏幾分 真假的確定了嗎 好你等一下我宣佈一下 三哥 達鑫贏了 比喲 今年很好看喔 達鑫還有台筆 華t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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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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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